有一个短发女生从我们上学的时候,就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,她就是马依丽,这些年也一直保持着大家熟悉的形象,并且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好剧。 在我的前半生中,她饰演的是一个上海女人非常的精明,但是为了叫婷可以说是牺牲很多,最后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人生。 很多人看完都被她的演技所折服大家觉得生活中的她,一定也是非常的精明。 没错有消息称,马依丽从来不见一个亲朋好友,一分钱可以说是相当的绝情,但是真的是她不尽人情吗? 在我看来不是的因为,找她借有一个原则就是急得可以,穷得不可以。 这个理由相信没有人会去反驳的吧,其实真实的她就是一个出生在上海的姑娘。 她的头脑非常的聪明做事,也是比较要干练,并且最主要的一点是会打理家务。 但是,她并不是不尽人情,如果真是遇到急事找上门她表示,自己也会尽力去帮助她。 但是有一点她不喜欢,就是很穷的人经常借钱她觉得,越是穷才更应该加倍的奋斗,不能因为穷就不作为了。 所以,一直以来,她也是坚守自己的五个字原则救激不救穷,她能走到现在,也是非常不容易的,在对待家里成员之间的关系。 她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,网友看后都说她很有原则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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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